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 139块钱买的一个半拖羊皮的一款 半拖小单席哦 这款鞋子呢我已经试穿过了 然后也搭配过几次衣服 真的很好穿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单独出分享给大家了 这款呢它是个羊皮的一个材质啊 它这里做了一个这种 复古的一个流扣设计 金属扣啊 很赖看很经典 它的鞋跟高度的话 只有两厘米啊 是个平底的 不过它这鞋底呢还很软的呢 上脚也很舒服 主要是看中它是一个半拖的一个款式 就很方便穿拖啊 夏天稍微有点热的时候也是可以穿的 因为它是一个羊皮的嘛 所以就比较透气啊 也不会闷脚的 我买的这款呢是37嘛 它总共有两个颜色 我买的是黑色啊 还有一款白色款 我觉得黑色是比较显脚小的 它鞋头真的很尖啊 很显脚小 搭配任何衣服的话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都能搭 防滑效果的话我觉得就是一般的 下雨天我不建议大家去穿了啊 现在呢我们把它试上脚 看一下我到底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半拖的一个款式 上脚真的很舒服 也很轻便啊 这款鞋子 鞋头呢是这种尖尖的 真的非常显脚小 我日常呢用它已经搭配过很多衣服了 我觉得都很百搭啊 很好搭配 这款呢是黑色的 它是比较显瘦的啊 白色的话也蛮好看的 然后颜色的话大家看自己喜好吧 我觉得黑色也会比较赖脏一些 它是个平底的啊 不挑人群的 小个子和包个子都是可以去做的 上脚很舒服 这款鞋头呢它是这种尖尖的设计 而且呢还带一个这种马鞍扣的一个金属扣啊 就很显质感 没有半年年价感的 139块钱买的 我觉得性价比已经算很高了哈 搭配任何裤子都是可以的 今天搭配了一个黑色的一个威蓝裤 也可以搭配黑色的直筒裤 西装裤都是没问题的 包括一些礼服裙啊 西装裙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细节和做工也很不错 这款鞋子呢日常通行 上班都是可以去穿搭的哈 比较方便也比较水清 喜欢姐妹可以放心去入手 而且它这款羊皮皮质的呢 脏了的话用湿巾去擦一下就可以了哦 也非常好打理 小焦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